桃花的花瓣不知不觉地飘落在了东华帝君的尖头还有银发上 原本晨起还心情较好的尊神此刻脸色已经不太好了 斯命星君有些不安已经打算陪同东华帝君再回到太成功了 照眼下者的情况 今月的朝会 恐怕帝君是不会去了 毕竟帝君的冰冷气息已经将斯命星君重重笼罩住了 帝君 咱们今日 还去朝会吗 斯命这句话大概是他先徒以来说的最不聪明的一句话了 看破不说破 这凡人都懂得事情 斯命星君居然确犯了这种错误 斯命此时恨不得将自己的舌头割掉 为什么不去 东华帝君又是冷冰冰的反问且话必便已经抬脚走了 斯命不解 只好快速跟了上去 其实 帝君方才确实不愿 可回头一想 自己今日走这条路不就是因为 知道小狐狸今日必来喜蜈蚣看他姑姑的吗 那又为何生气呢 尊神的想法直来直去 与其说是豁达 倒不如说是通透 你这丫头 将来有一天是要成为东华帝君的帝后的 如今又是咱们青秋的女君 怎么办是还是如此风风火火 白浅上神经日的衣裳甚是娇嫩 白色的礼衫 粉红色的衬袍 淡白半透明的外袍 真是毫不娇嫩 而他现在正一只守为 凤九礼了礼头发 俨然有了慈母风范 白浅上神看着眼前这个 最像他上年时的侄女 简直越看越欢喜 而凤九呢 则是一心一意地盯着 白浅上神的肚皮发呆 林霄殿上今日也是热闹一场 因为今日朝会 四海八轰的神仙都来了林霄殿上 并且纷纷送上了祝福 都是有头有脸的神仙 所谓的恭贺当然不能只是流于嘴上 恭贺的礼品自然也是 早早的命随从送去了喜无功的 不为别的 正是因为白浅上神身孕之事 东华帝君看着殿上 纷纷扰扰的场面丝毫没有反应 他脑子里不知在思索什么 禀天君 近日魔族有意 统领南皇的仙君开口 林霄殿瞬间安静 东华帝君也抬了眼皮瞧了过去 说话的神仙是一个年轻的仙君 一身白衣黑发竖起 一双剑霉音气十足 两只单放眼微微上挑 极具威严 魔族如何 老天君询问 灵霄殿上的神仙各个都严肃认真地看着这位年轻的仙君 只见那仙君从容不迫地走出仙列 上前行致殿前 拱手道 近日天兵来报 魔族七族频繁战争 伤亡不计其数 但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魔族自从少玩十足没了之后 其内部一直暗流涌动 可奇怪就奇怪在 魔族内部消耗死伤无数 可南荒的上空的魔族之气却日渐汹涌 小仙担心 派兵调查几日 却是无果 年轻的仙君化 避望向了天君和东华帝君的方向 天君眉头微皱 东华帝君面无表情 夜华太子站在殿前宁眉不语 片刻站出 道 天君 先由夜华去探查一番吧 念及白浅上神才有身孕 此时将夜华君派去南 的确有些不尽人情 天君正在犹豫 夜华君的父君便出言阻止 想要天君另派他人 联颂站来出来 道 父君 还是我去吧 太子妃才有身孕 此时正需要夜华在身边 天君点点头 准备允了联颂的要求 毕竟白浅上神从前有身孕的时候 在九重天上可没少受委屈 眼下算是给了天族重新恕罪的机会 若是再有意外 那别说是清秋各位神仙 就是天君等也于心不忍 依本君看 还是请夜华太子去南荒探查 一直未曾开口的东华帝君先天君 一步率先开口 一开口就筹坏了夜华君的父君 可东华帝君的语气 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场的神仙们都知道 东华帝君甚少插手天族的事情 对于天君的决定也从未反对过 上一次博了天君致意 还是在白浅上神未嫁入太成功的时候 那一次清秋的凤九小殿下 因为要给他姑姑的讨个说法 与纳素景对质 如今既然是东华帝君开了口 天君也无法拒绝 只能松口道 夜华 那你就去吧 看似不尽人情的决定 实际上却是最为理智 最为完美的决定 东华帝君很少插手天族的事 但每次出手都是很有道理的 虽然白浅上神才有身孕 可明年夜华君便要登顶天君之位 此时不去魔族建立权威 这对将来会有极大的隐患 且据东华帝君对清秋的了解 对白家人的了解 若因为白浅上神有孕之事便耽误了正事 那白家的神仙们一定会很不舒服的 况且 白浅上神有孕 无论是清秋还是十里 桃陵都会倾其所有照顾白浅上神的 其上星程度只会比天族更甚 神仙们陆陆续续从灵霄殿出来 东华帝君料到天君的问题 还不等天君开口便道 明年这个时候 叶华君便不再是太子 而是天君了 东华帝君说完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天君 便转身离开了灵霄殿 斯密信君在门外候着 看见帝君的身影便跟了上去 瞧着帝君的路线 怕是要原路返回了 此次白浅上神怀孕 四海八荒最忙碌的便是清秋 但最提心吊胆的却是叶华 初次怀有阿黎的时候 白浅上神还是凡人素素 彼时遭受了九重天上不少的恶意也就罢了 就连自己的夫君叶华也不在身边 虔诚往事 不提也罢 可到底是有了心结 这次白浅上神虽然没说什么 可叶华却是心有余悸 恰好此次他又要再去南荒探查 魔族不知何时能回 朝会之后赶忙回了喜务宫 瞧见凤九在的叶华倒是也松了口气 从前清秋的白家人不知 如今凤九也能经常陪着白浅 叶华到底是欣慰了些许 九重天入夜 凤九已经回到了清秋 太成功也早早地安静闭门 喜屋宫中灯火通明 奶奶在长生殿外坐着 桃花在灯火的衬托下 圆满粉红的花瓣又添了橘红的颜色 倒是显得妖艳了许多 长生殿内 叶华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白浅 原以为会勾起白浅的无限惆怅 未曾想 叶华君说完之后 白浅上神的第一反应 便是问叶华何时起身 是否需要此刻为他收拾行囊 叶华君有些不悦 浅浅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赶为夫走 况且 凡人出远门才会收拾行囊 你我是神仙 需要收拾什么行囊 白浅一时雨色 烛火摇曳 白浅上神剪翘的睫毛在脸上有了影子 微微息动之间让他今夜生出了许多妩媚 叶华见白浅这幅脑袋不太灵光的样子 心中恋爱之意四起 一把将白浅揽入怀中 越有些凉意的嘴唇在白浅耳朵四周煽风点火 两片嘴唇如同两缕凉风 可呼出的气息却像是火山喷发的岩浆 白浅呼吸明显急促了许多 可恨的是夜华却如同梅世人一般面不改色 且从唇到手从上倒下颇有章法 白浅心中暗叹 自己比他这高出七万年的年岁 在这风花雪月知识上果然毫无用处 难怪四哥总说自己天生机敏 可偏偏在男女知识上毫无见数 似乎是感受到了店内浓烈的氛围 原本还嬉笑跳动的烛火此时却仿佛说好了一半全部安静了下来 火光不再跳动 红烛也不再发出声音 夜华不可以 明明说了不可以 可白浅耐一双手却在他自己都未曾注意的瞬间 不断将眼前的人往自己身子跟前收 好的今夜总是常常被借鉴的 对于夜华来说 这句不可以似乎是点燃了干柴的星星之火 一瞬之间 店内的烛火熄灭到了一大半 店外的奈奈原本在桃树下坐着 忽然感觉身后按了一半 便也转起身朝着自己的卧房方向走去 店内 夜华君顾忌重视 在白浅尚未察觉之时 两人便已经是各自只穿了一件薄如禅翼的请衣 店内所剩的烛火又熄灭了一半 白浅的呼吸越来越重 夜华君表面上看着与平日无异 可若是凑近烛火看 夜华君眼中的朦胧绝燃与平日完全不同 扩然 白浅一个机灵 正是被夜华一把抱住的白浅 肌肤之轻的一瞬 不知是有了良意还是因为突如其来的触碰 总之这一晚 夜华君寂静作为一个夫君的温柔 而白浅上身则是昏昏睡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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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